那么现在正在探讨的是 如何深入究竟柱 如何深入究竟柱 这经文是讲义的1532页 云和阴柱 波尔波罗蜜中 底下分成两个大象 一个是应如是柱 再来是讲义1533页 所不应柱 那应如是柱主要是讨论到 五蕴空与菩萨空无二无别 乃至六根空 十二因缘因空 还有六度 一切种至空 都与菩萨空无二无别 像这样就是应该住 应该住的意思就是 了解到众生空 还有了解法空 这两个空 众生空跟法空 它是平等的 众生跟法 在世俗上来讲 众生是众生 法是法 但是空的时候 然后同一空性 从这个意义来说 它是平等的 了解这样的 那是应该住 那论有解释 比如说簪痰 本来很香 另外有一些粪草 它本来很臭 但是一火烧 烧尽以后 这两个 烧尽的东西 火灭了以后 那这个法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用这个来批语 众生跟法 本来还没空之前 或许随俗 一个是人 众生 一个是法 看起来有差别 但是观空以后 众生空跟法空 是无而无别 这样的正确了解 那就是应如是住 那下面又提到 所不应住 意思就是 如果对五蕴 乃至一切种智等等 有所执着的话 这是不应该住的 或者是五蕴 常 无常 三圣的五维果相 福田 还有菩萨的出地 乃至实地 还有从 菩萨从出发心 修六度 入菩萨位 得不退转 得五神通 度众生 供养诸佛 焉土熟生等等 假如心有所取着的话 这些都不应该住 主要是谈这些 那我们正式 总论这边开始 1538页 这里 中间 一的地方 于菩萨出发心 具足六度 乃至得诸佛功德 向好等 皆不应住 那外人就提出一个问题 菩萨谋萨 他是从出发心 应该修六度 那修六度 之后呢 入菩萨位 菩萨位 就是菩萨正性离生 那以波罗经来讲 或以大尊来说 主要是在 无声法人 这个上下 最重要是 无声法人 那入菩萨位 之后 那应 住不退转地 那不退转以后 而无声法人 不退转以后 后面呢 主要的是 沿途熟生 所以之后 要起五神通 起五神通的目的呢 就是 由诸佛果 去供养出佛 听佛 说法 或者是广度众生 那这些都是菩萨 应该行的啦 为什么说 都不应住呢 好 论主回答 不破轻敬住 如果你轻敬心 那不执着这些法的话 那你这样的安住 那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 不破轻敬住 但破既我邪见 取向心住 如果执着 我在修这些法 或者是我对这些法 我挣到五地啦 你才挣到一地 出地 这样子有取向心的话 那就不对了 例如 治田 去取 慧草 我们只是除杂草 不是说 田都不用耕了 不是这个意思 田还是要耕 那除的只是 去除杂草 但是有益的植物 不要一起除掉 父子 为了断主 对法的爱着 所以说 不应住 再来 不欲 为诸佛说 毕竟空 智慧故 不应住 毕竟空嘛 那对这些法 不能够取向 佛说 毕竟空 那与佛说 的教导 我们不违背 所以不要去取着 诸法是毕竟空 那用这样的智慧 来修一切法 所以说不应住 若以方便不着心 怜悯众生故 虽住 那就没有过失 就是有方便 不执着 又怜悯众生 虽然是这样的修六度 入菩萨位 住不对转 沿土收生等等 这样就没有过失 乃至八十种随心好 也是如此 不应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